在快速道路交流道路上突然出现一大滩灰色粉状物 还有一个又一个的包装带 路过的驾驶就怕车子压过这些粉状物 车轮会打滑发生事故 因此小心翼翼渐速通过 往前开了好一段路 看见疑似是肇事的小货车停在边边 驾驶还在车斗旁将大开的挡板向上推起和上 透过比对图仔细看 可以发现散落在车道的包装带 和小货车车斗上所在的货物包装非常的相似 目击驾驶怀疑是这辆小货车货物没装好 事发地点在国道3号接到台62快速道路 往瑞芳的交流道上 这些掉落物是20包的水泥粉 目击驾驶因此大酸 学长你掉的是水泥粉呢 不能等我家装修再来吗 可能会因为水泥的重量比较大 然后在街上它水泥外面那个装带是比较滑 你可能小货车在做切换道路的时候会滑 然后可能会把那个挡板装开 通常大车驾驶会使用术语放面粉 来指这类货物载得太重了 导致车速很慢的货车 这下不止车速慢 还发生了疑似货物太重太多 害得挡板一松拖大放水泥粉 而且目击驾驶指出 这辆疑似肇造势的小货车 从货物散落的地点到停靠的地点 已经开了将近一公里 才把车道的挡板关好 可以想见这整路都相当惊险 而当时货车上货物没有确实捆绑固定 散落道路上已经违反倒交条例 将除最高一万八千元罚还 假如掉落物害人受伤 还要被调扣一年驾照 所幸这回经过的驾驶 有提前发现减速通过 但危险状况恐怕会害人发生意外 假如受伤甚至死亡 照是驾驶又怎么能承担责任 罗伦新闻张气空 徐玉成 基隆报道